香港反送中运动已经持续三个月的时间 香港政府还没有具体回应香港民众的诉求 新竹公民团体在29号当天响应台北929反送中 声援香港行动在全台遍地开花 在东门城阶梯广场举行自由一点都不能少活动 呼吁台湾人站出来撑香港 关于新竹场的特色它有别于其他地方 我们除了电影播映跟短讲还有工作坊之外 那我们也有邀请新竹市的各式各样的社群 那一起来加入我们的响应香港的一个活动 那这些社群它可能来自书店 那也有来自剧团的 也有来自于老屋的团队 那这些社群他们用自己的专业 然后用自己的能力 然后去诠释这些议题 让市民大众可以有不同的切入的角度 让各个年龄层都可以在这样的活动里面 找到自己能接触这个议题的方式 今天9月29号我们也响应就是台北的 有一个反极权的大游行 我们在新竹就自己办了一场就是电影播放 比较软性的电影播放的一个行动 那今天这个活动就是 待会我们除了会播放香港 一个一部在描述他们争取民主自由 有关的预言的 有点预言情结的故事之外 我们最后也会有一个工作方 让来参与的民众留下来 那共同来讨论说 面对香港这样子 有中共极权镇压的一个情况 我们在台湾的人可以做什么 或是避免我们自己的家园也 陷入跟香港一样的困境 这次活动是由新竹公民社群 新竹连农墙举办 新竹市议会民进党团 时代力量党团 绿党以及民进党立委 拟参选人郑洪辉 也都到场声援这项活动 自由人权是一个普世的价值 所以我们一起站出来 那么今天有参加 包括黄思代的活动 那么还有为香港加油的 一个捐印的活动 那稍后在我们新竹的连农墙 会有播放电影 那么还有演讲 那大家一起也为香港祈福 为香港加油 许多民众自发性参加这活动 也有自带国旗印上香港加油字样 中国政府是很不可相信 就是说好的50年维持现状 可是居然没有达成了 要让香港就是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自由啊 民主是很重要的一段 对香港来说 当年活动以轻松多元的形式进行 包含了电影放映会 以及公民市集 希望透过这项活动 让更多人可以站出来 深远香港了解行动诉求 凯博新章万事联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